我们现在就在伊斯坦布尔 我今天是第一天出门 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感觉很老的墙 感觉很多年的感觉 我们 用这个 10米了 来吧 好 尝尝看 华尔奇的栗子 好烫哦 哈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 然后可以看到混蛋很大 超级大 无比大 然后层次非常的分明 一层一层的建筑对比上去 然后有两个特别大的 特别高 大概有20层楼 这边一走两步就是有这种历史建筑 整个伊斯坦布尔到处感觉都是历史遗迹 非常历史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看一看 这个教堂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 这个教堂的最为人属 我熟知的就是里面的一个圆拱 它也是全世界被评为最向往的大教堂 我们看到那个圆顶 各种各样花纹 一千多年历史 我们看到那个圆顶 一千多年历史 他现在翻修 他在修这个 包括蓝色青春寺也在修 所以很多区域都没有开放 哇 哇 太帅了 天 那我现在身后的就是 顺手给大家拿来 一些重要的饮食啊 包括一些教皇的加冕啊 皇帝的加冕啊 当地的一些会议 都是在这里举行 那我可以看到 这里有只小猫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 好可爱 然后顶他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大的圣玛利亚的一个 这个地方 整个教堂非常非常多 真的是 肅软其实 跑掉了 跑掉了啊啊 好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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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很胖 我的弟弟 真的 真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 对颈椎病的教堂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抬头看 我咬 刚刚这个外面小多哥说 这个教堂里有很多天使啊 天使离开之后呢 对这个动物去许愿 然后如果你能把他手指伸进去 然后转一圈的话 你的愿望就会被天使听见 那我们的夜要出事 就要进去个月 那我们的夜要出事 那我们的夜要出事 我们的夜要回到我们的夜浪 某 raj盾 我感觉去我们的夜要 我们的夜要看 彼此二五多飓復 我们的夜要最大的夜要